接下來我們來看Transformer的Decoder這一塊 剛剛講Transformer Decoder 兩邊的差異 這邊有Multihead 這邊有Multihead 我等一下再講這個Multihead的Attention 它到底裡面是怎麼做 你可以明顯的看到這邊的QKV 這邊的Multihead的Attention QKV都是來自Output 都Decoder來的 第二個Multihead你會發覺這個V是從Decoder來的 這邊是從Encoder來的 所以這邊 我是弄錯是不是 我剛剛講錯 這個是我們的Q是從Output來的 這邊是Encoder來的 所以不一樣 它的來源是不一樣 可以嗎 在這邊 QKV通通都從Decoder來的 這邊的話 這是QKV 這就是Q 所以Q是從Decoder來的 所以Q是從Decoder來的 接下來我們來解釋這個Multihead的Mask Mask Mask 還是李冠偉你剛剛點頭來 Mask Multihead怎麼做 來 李冠偉 你剛剛說你懂啊 你知道 來 我們的盧同學說懂 來 這麼做 你看這個Attention 這個MaskAttention MaskAttention是把這個白色部分就是Mask掉 它的物理意義是說我在第一個時候 我Attention出來是跟W1有關 那在W2出現的時候就是跟W1跟2有關 那W出現的時候是跟W123有關 那W4出現就是W123有關 所以你看 看這個Wait你把它乘下去 我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Attention 乘下去 這個 這三個都是0 只有第一個有因 你把它乘過來 你會發覺這樣乘 結果只有W1出來 對不對 只有W1出來 那接下來當你W2的時候 W2 那這邊兩個都是0 你可以看W1乘起來 W1有 那再乘起來 因為這個第二個也有 W2也有 所以你會發覺 W2是跟 這邊的W1 W2有關 那W3 W4是沒有被Mask掉 那W3也一樣 W3的話 就是這個 0 那乘起來就是W1 W2 W3 W2 W3 是跟W1 W3有關 那所謂的Mask Tention非常簡單 就是後面的全部的Tention都把它設為0 就這樣 它的做法就這樣 它的做法 黃玲瓏 黃玲瓏這樣聽得懂嗎 還是 太難了 那個 方塑奇 太難了 應該是還好啦 這樣 可以嗎 我也不會 我大概講了 但是實際上做可能還有端 我們 盧老師這樣OK嗎 可以 好 我們的 Decode Encode大概講完了 那 我們看 事實上 左邊 如果把那樣的圖 這邊就是K次 就是這個 一直重複 Encoder就是重複K次 那這邊也是重複K次 那 Decode跟 Encoder Decode 這邊做翻譯 就是這邊 進去 多了好幾層 多了好幾層 Encoder 變一個碼 這邊在Decode 出去 就 Sequence Sequence to sequence 好 那這兩塊 這兩塊 那這個就是Buds 這個就是GPT 的架構 Buds GPT的架構 所以兩個架構都沒很難 那你們問我 實際上 GPT的架構 我只能說 因為你可以看他的 OpenAI 他也沒 把GPi 4 3 裡面的細節 也沒畫出來 他沒講 他沒講 對 好來 那在做的時候 有Buds 跟 GPT 那 我們的問題 他的Task 就開始應用 他有分 LittleShot 跟Fishot 那就是我們以純粹翻譯的話 就是 或請他做 英文 然後 翻成 法文 就直接叫做 他沒有給例子 這個叫做 Lilashot 可以吧 好 然後 Fishot 就是說 請他做 從英文翻成 法文 那他就給幾個例子 對 裡面翻Tune一下 他就開始做事情 GPT就是這樣 可以嗎 GPT兩個都可以做 他們在做 就是說 你會發覺GPT很厲害 就是英文翻中文 或是那種的 他就是這樣做 你給幾個例子 很多人幫他訓練 給幾個例子 他就從裡面 就大概 去裡面 他Tune他的Model 就可以直接知道 你要幹什麼 好 來 同學這樣知道嗎 Fishot 就是他只可以 給幾個例子 他就自己去弄了 這是Fishot